烂雅言 王传一 谢家健这天奇迹在台北一个电视台出席新剧季招 一直都很渴望拍喜剧的雅言这次终于愿望成真 所以她也很开心 这次不只是雅言久违多年在拍台剧 更是她和王传一相隔多年后再度合作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他们的默契有没有变化呢 我觉得当然剧本很有趣 因为我刚刚也有讲我很喜欢喜剧 所以我希望透过喜剧可以疗愈现在大家压力很大的所有观众 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也蛮特别的 你该怎么样去用一种很乐观的方式力增上的 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有趣之外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喜欢你们两位其实是旧事 这次在演说他默契应该蛮好的吧 我不担心这个没有那个默契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从第一部戏从《银幕青旅》到 后来我们一起演好像三部到四部戏左右 所以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身处同一个经纪公司 所以私交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交集其实一直都有 以前我们常常也是私底下一起 对所以工作已经连媒出席许多活动 所以在工作上面的默契以至于在戏剧上面的节奏 我觉得跟雅言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彼此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 比较过难就是要演不合吧 不会啊 蛮好演的啊 就是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演员嘛 王传一饰演的角色虽然都离不开高富帅的形象 但是他就说这次的角色背景很不同 还开玩笑说是含着浮水长大的 这个出生的时候跟设定已经不太一样 所以他是在被一个庙宇的庙公主收养的一个人设 然后那因为在庙里面长大 所以他的可能刚开始出场是非常的高富帅 可是他事实上是在庙里面一直这样传统观念长大 所以他同时会有很多一些看风水的技能 看八卦然后紫围斗数 跟一些有关于这种算命的逻辑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初 我想要接这个角色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以前可能就直接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高富帅 好像自己都没有什么打拼过啊 或者是一些努力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剧 所以到时候慢慢会大家会知道我以前的身世是什么 所以现在是含着香灰长大 就浮水啊 有可能啊 虽然谢嘉健在现实生活中有个富爸爸 不过就没有给他太多钱去花 而大学时光就是他过得最穷的日子 嘉健还现场分享省钱大法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惊讶 其实我最长的时候是在念大学 因为我爸其实没有给我太多的金钱的东西 互助 因为我那时候都是自己要去赚钱 然后学费啊 住的 吃的 我最长的时候就跟我的室友 就是share一盘的鸡肉饭这样 还有肉耶 就是鸡饭跟肉有两个人分啊 就是一盘就没钱嘛 因为我们要省钱要上学 要去因为我们念建筑的时候 就是要自己花很多钱去买一些 做那些模型都需要钱 所以其实过得很穷 但我现在就对于钱这件事情 比较有欲望 绝对不能让自己穷这样子 对对对 但来台湾其实就是因为我从零开始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慢慢一步一经营这样走上来 这样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 是获利很多